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豆豆说电影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带来一部重口味 变文人 故事呢就是这么开始了 凯西准新娘 在她的单身派对之旅中 被一种未知的看似无害的昆虫咬了一口 以为无大爱就没有管 没想到回到家后 她开始感到脚冷 凯西试图取消她的婚礼 凯西开始表现出类似昆虫的特点 她的身体改造令她非常焦虑 但趋于她新身体的本能 最终昆虫的本能打败了凯西 后者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窝 不仅在其中产卵 还以此为据点不施生人 后来与男主角发生了争执 双双闺蜜 但是男主角被蚊虫侵蚀了全身 都成为了虫卵 这是一部制作粗糙 故事情节不严谨 看完通声粘腻的电影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强烈要求朋友跟我一起看 没想到仅仅看完简介 就没有人愿意陪我 跟电影人相比 个人认为 这部电影已经是小清新了 满脑子都是晶莹剔透的虫卵啊 好了 每一部好电影就介绍到这 欢迎留言评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没有人家的电影